市長跟您提問一下,就是苗國楊應該已經早上看到了一些家長的說法 他批評你離基層太遠,您怎麼看? 他說你只想靠近總統大位 另外吳欣戴醫師他還是指責說北市的兒童施打疫苗率 雖然剛蔡富有分享提高,那會不會還是六度最低 他說是不是要感謝中央設大型接種站 不見得每個人問的問題,我們都要去回應他 我們在打疫苗本來就有按照原來的schedule 也是發家長同意書 在家長充分被告知的狀態下做同意 畢竟我們台灣不是集權國家說小朋友坐來不穩青紅皂白全部打 我們是要有同意書才打 澳門儘量宣傳,家長的同意書52% 看其他國家差不多也就是這樣 除非國家要動用公權力要怎樣 不然其實我覺得在小學階段大概50%的施打率大概就是世界標準 另外市長,雖然說中央一直強調中正的篩檢站跟疫苗的距離有500公尺 但是早上真的有民眾有媽媽帶小孩走到快篩那邊去 那您怎麼看? 因為之前你們好像就有呼籲過擔心那邊會有很多陽性的人 動線應該是事先就有規劃好了 這個就算意外嘛 沒有啦,我跟你講 我沒有在真的那個互相汙染的這個情形 其實動線是好是可以避免啦 這大概沒問題啦 那當然是說同一個地方當然是有點稍稍危險 就這樣,不過那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對於這種低線的醫療能力的節省使用 這是雙方的差別嘛 我是比較主張喔 就是不要這樣部下這樣去做 你下命令他還是做嘛 何必這樣呢 就讓他做他覺得很有效率的事就好了 汪汪水城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他能夠真的幫助你做好環境跟物品的行銷 那像我們中天呢 全天攝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繩霧化器來噴這個水繩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那隨時噴的話呢 水繩隨手噴這個部分也非常適合 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購